大家这里是天上玄机 我们来看这个首相的案例 从掌型来看 指节稍突 这个指缝漏是偏木形手 木人分墙入 那么原主金星秋比较饱满开阔 运势根基还是不错 是偏强的木人 再加上这个掌面还是见棱角 有些筋骨之人的坚韧和毅力 所以说强的木人 不但是多思善谋 而且决断力也不弱 我们看这个食指见缝隙 代表早不于前 那就是早年难存下钱财 这个消耗比较大 三十岁之前 钱财难聚 我们看这个食指训工 也可以看得出来 训工有一些杂文干扰 训工是正财位 说明财运有一些 这个财运有 但是有一些不稳定 从这个失业线的断开 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但是这个右手 这个食指训工 这个似乎有井字纹的趋势 这个还没有养成 那么待后天好好养成的话 这个井字纹是非常吉祥的意义 对财运方面 还是能够起到稳定财运的作用 那么食育线的断开 刚才讲的是 在先天来讲 左手食育线断开 这个正财本职工作 有一些动荡和起伏 那么生命线和脑线的粘贴长 粘贴长 我们说脑线是人文 代表自己 生命线是地文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如果是年线比较长的话 说明依赖性稍强一些 做事偏保守谨慎 有的时候会容易放不开手脚 错失一些机会 我们看生命线初期 也是见一些倒纹 那么早年的运势 还是一般的 同时说明早年体质也不强 成年后 生命线逐渐的深刻清晰 左右手都是如此 所以说成年之后 身体无大运势 也会得到提升 我们看左手火星球比较饱满 其实右手的火星球 也是一样的 饱满高龙 此处饱满 说明面对困难敢于挑战 不会说是选择退缩 面对困难敢于挑战 并且有点越挫越勇的意思在里面 同时也代表决断力不弱 我们看从M字文也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偏筋骨质的人 再加上虎口火星饱满 面对困难敢于挑战 并且能够吃苦耐劳 所以说经过前期的积累 到后面 事业线尾端冲破天文 和三大主线的相交 形成M字文 M字文是典型的一种 大旗晚成的首相 所以说事业早期 会来的事业不会来的太早 到了40岁往后 事业方面才会逐渐的 渐入家境 那么问题还是在感情方面 感情线出现锁链和导纹 并且在长测 有多条横纹干扰 所以说在面对感情的时候 似乎显得有一些犹豫不决 难看透一些感情 或者是关于钱财方面的骗局 所以说容易犯情伤和泛滥桃花 在感情当中有一些坎坷 同时我们看到左手结婚线 很长 但是有一些断续和分叉 结婚线的分叉 是代表因缘有分离之苦 所以说本身 如果是说太阳线 结婚线养得非常好 不分叉 长度还是够的 长度够 而且跟太阳线刚好接触到的话 那么容易取得 就是说经济条件非常不错的另外一半 就通过结婚婚姻来改运 所以有这种趋势 所以说结婚线还是需要养一养 出现分叉的趋势 同时结婚线上面有子女线 是比较少见的一种门路 子女线说明 跟子女缘分比较深 而且如果是说出现子女线比较深刻 像原主这种情况 跟结婚线垂直的话 说明子嗣风龙 投胎生男孩的几率比较高 我们看脑线和生命线在右手 随着经验的积累 思想的慢慢变得成熟稳定 并且在感性和脑线之间出现的 多条神秘的十字纹 这个十字纹代表越到晚年 越容易和佛学咸学结缘 对这方面领悟能力非常强 甚至自身的第六感也比较强 同时也说明是环境适应能力比较强 神秘的十字纹是一个非常吉祥的符号 但是整个左手来看 财库还是出现开口 圆宝纹生命线脑线和事业线 本来是形成非常不错的圆宝纹 但是由于事业线的断开出现开口 建议还是补充财库来化解 大家这里是天洋玄机 我们来看首相的案例 掌面大而平薄 手指修长偏木形手 木人多丝善谋 掌面还是偏硬 典型的筋骨质 筋骨质的人能吃苦耐劳 事业心强 从这条伸长的事业线 也可以看得出这点 只是食指弯曲和兄弟姊妹缘分比较浅 加上食指缝隙比较明显 早年钱财消耗大 30岁之前难存下钱财 食指训工比较饱满 这是财位 财位饱满的话 说明正财还是不错 但是见杂纹干扰 正财有一些不稳定 整个掌面也是偏平 浮运根基一般 掌面偏大的人 做事偏沉稳 偏保守 不太喜欢做一些没把握的事情 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来 纹路脑线和生命线粘贴长 脑线为人文代表自己 生命线为地文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粘贴长的人 做事偏保守谨慎 个性内敛 做事放不开手脚 但是做事计划性比较强 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 那么生命线初期 也是见锁链纹 孩童时期体质一般 早年运势不强 那么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处 见导文 此处也是自己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也就是出入社会的阶段 此处导文的说明 出入社会容易吃些苦头 不太适应 从感谢县初期的导文来看 这个阶段也容易犯情伤 导文之后 生命线变得深刻 逐渐的适应了社会的节奏 体质也增强 30岁之后运势逐渐提升 事业稳中有进 加上事业心比较强 中年阶段能见长久 只是这个阶段 生命线内侧伴随一条亲密关系线 这个关系线横文蜜物 情路有些不太顺利 从这个感谢 整体锁链文比较重 也可以看得出这点 甚至会影响到婚姻的稳定 那么事业线在中期 也见短暂的断开 中年事业有一个小的阻碍 事业予以平静 不过不久之后 事业线重新恢复常态 最终事业线尾端冲破天文感情线 形成冲天文 事业格局最终还是不小的 只是太阳线见横文干扰 也说明了职场见小人干扰注意防范 所以在事业方面还是偏保守谨慎 喜欢凭借自身的努力获得财富 对待外人的助力 或者是贵人的帮扶 显得有些比较谨慎小心 特别是在投资方面 大家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手相的案例 手指弯曲剑指缝 典型的木形手 木人分强弱 掌面宽厚有力 加上是断掌典型的强木人 强木人善谋善断 掌面见棱角 偏筋骨质 筋骨质的人坚韧有毅力 敢于挑战困难 实指见缝隙早不于前 30岁之前难存下钱财 实指迅功财位 有些杂文干扰 财运有些不稳 从这个浅淡的事业线 也可以看出这点 本职工作有些动荡起伏 新星秋见凹印 长色暗指 气运难通运势根基不强 纹路看是典型的断掌 断掌是脑线和感情线的 合二为一 感性和理性混杂在一起 传递出来的能量很强 所以俗话说断掌打死人 原因就在这里 断掌人个性要强 好胜心强 不过断掌见脑线分叉 有理性的成分 善谋善断 利于事业闯荡 但是有些不利因缘 在婚姻当中有一些偏强势 生命线初期见锁链 从小体质一般 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处 见倒纹 古代讲脑线是成为人文 代表自己 生命线为地文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分离处也是自身脱离 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此处见倒纹 说明出入社会会吃些苦头 不过生命线倒纹之后 变得深刻 逐渐适应社会 整个中年阶段 生命线都比较深刻 深长 强运在中年 中年年福利强 精力充沛 运势也会提升 加上断掌人的能量 中年能有所成 只是生命线在40岁左右 短暂断开 这个阶段的生命力减弱 注意疾病的侵入 断掌人紧绷的情绪 容易造成心理负担 注意放松心态 牢狱结合 生命线尾段分叉 形成旅行纹 出行运势不错 不过此处分叉 也说明晚年的生命力减弱 加上长测 纵欲线 注意调整作息 少熬夜 纵欲 损耗福报和能量 晚年才能够健康长寿 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手相的案例 肤质盈润 是典型的男生女手 也是男生女相的一种 男生女手的人 异性原家 桃花旺 从手型来看 手指修长偏水手 掌面厚重偏土掌 土水结合的掌型 有水人的温和敏感 也有土人的稳重传统 四肢严丝合缝 能守财值进退 三宫饱满 浮运深厚 尤其是小指水星秋 比较饱满 乐观有活力 豁达开朗 沟通能力强 能够靠口吃轻松饭 小指过三观不愁 吃喝穿 那么代表和子女缘分 比较深厚 晚年运势非常不错 晚年能享子孙福 不过金星秋 稍窄一些 体质一般 加上右手 金星秋内侧 见青筋 注意肠胃的保养 运势根基还是不强 左手的生命线 也是整体偏直 少弧度 自身要求比较高 甚至有一些完美主义 比较注重细节 那么左手生命线 初期还是见锁链 早年家庭环境一般 体质也不强 那么脑线和生命线 粘贴长 本性还是偏保守谨慎 早年有一些不太自信 思虑过重 行动力偏弱 早年运势一般 不过成年之后 生命线变得慢慢的深刻起来 成年后身体无大碍 运势也会提升 不过在脑线和生命面线 分离处 见导文 此处我们说脑线是人文 生命线是地文 人文是代表自己 地文是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分离处也是自己 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也就是出入社会的时候 容易吃一些苦头 此处见导文 相对生命线脑线和感情线纠缠 在感情当中有些纠缠不清 特别是在感情线 导文之后 有一条支线走向脑线 桃花旺 但是导文也代表偏缘干扰 容易在感情当中栽干头 脑线也出现下垂 似乎犯情伤之后 也伤财伤运 整个人也变得比较垂头丧气 比较低米状态不太好 所以犯情伤也会伤财伤运 我们看结婚线也出现分叉 甚至因缘也会有分离之苦 右手的亲密关系线 也是见横文干扰比较多 情怒坎坷 30岁之前感情还是难稳定 事业线深刻 事业线强 本职工作是不错的 只是右手的事业线出现断开 断开 说明在中年事业欲瓶颈 遭遇情伤之后 整个也会影响到事业的发展 注意调整 感谢大家